缘弃者 在蜀中最肥沃的土地上 成都的成院已经处理了两千三百年 两千三百年来 这片土地一直是生活多彩之美的富极之所 是山林则鱼原有瓜骨 白骨藩骨 让他的人民的生活多班采文章 赏滋味 好鲜香 在张仪的设计里 成都是大成的成院高深 官楼设角 更是少城的修整理会 事章劣似 成都的成院从诞生之初就有揭示的所在 说文云 事主交易之所在 在成都历史的音色金玉蓝蓝 成都见证过秦汉五都之一的公关百业 见证过班固陛下 遂各用五百万的金银手工 在汉帝国的羔羊中 从成都走出的不只是百货的奇色 更是生活在成都的温柔里的人民 在时间中雕刻出的细腻 在成都的时间里 流淌过左思笔下 背井斐城着色江波 而当围高 把成都释访的范围向东南方推进 让大慈祀的繁音中古所见之处 呈现出长汉楼阁 莲署红绿的景色时 开源的辉煌 仿佛就在中晚堂的动荡中重生 成都人的安闲礼 强盛的音阶从未止歇 成都的街巷 也超越了砖石 超越了成院 成为生活之美的呈现场所 今天的我们 更可以看到成都生活的场景 正在向未来延伸它的触角 在成都 时间和锦江水 几乎已经分不清彼此了 我们不知道 是时间的温柔让流水澄澈 还是水暗不息的生活 让过去 现在与未来 交织出 缘气满满的 敬畏人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